嗨,小伙伴们,大家好呀,我是肖公公 今天7月3号了,多云的一天 这个台子上面的多肉,小伙伴们看 叉质烟红的,特别好看吧 这上面的多肉,它们淋不到雨 是在玻璃棚下面的 但是如果雨特别大的情况下,还是淋得到的 你们看这颗沉蒙糯,这个图已经特别特别干了 但是它这里有几片叶子还是有问题 等会儿我要把这一片和这一片叶子扒下来 给它撒一下菌,然后呢,给它浸盆 已经是特别需要水了 然后这一颗的话也是应该有一个多月 我是没有主动给它浇水啊 可能有时候会下雨喷一点那个雨水进来吧 然后这一颗沉蒙糯也是很久没有浇水了 也有一个多月了,这一颗也是很久很久没有浇水了 这一颗沉蒙糯最坏,相当的霸气 后面的这些乒乓浮量颈我感觉已经渴得不行了 今天给它们进进盆吧 然后进盆的话我会用一点杀菌的药 有病滋病,没有病就预防 看这一颗冰月,整体来说挺好的啊 但是这里有一片叶子也是黑佛了 这个也要处理一下 夏天真的这些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问题 淘蛋还是挺好的 我觉得淘蛋夏天只要你不让它主动的去淋雨 保护的还是不错 看这一片冰月,这一片叶子也是黑佛了 等会我们处理一下 今天我们用的杀菌药是本甲蜜菌籽 它对于烟梅病,碳菌病都挺有效果的 我杀菌药一般用的会比较多 好,就这样吧 然后浇水 今天我们是牛奶浴 好了,水已经加到位了 我觉得不用太满 如果太满 一会儿我们把那个多肉放进去以后 水容易溢出来 乒乓扶梁井的妈妈 先给她浸一下 刮饱的这一颗也得浸一下盆 这一颗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喝水了 都有点干巴了 这一颗的话 你们看 现在就是被摔的这一面 还在恢复当中 不过我相信它会越来越好的 好 大姐来了 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姐 这是大姐 蓝色的这个盆是二姐 然后这个是三姐 当时在大姐的身上捡了好多小车枝 现在大姐也在慢慢的恢复当中 现在是这个样子 来,大姐就在这里吧 还有我们的十三妹 十三妹放在这里吧 现在我们的乒乓扶梁井 他们来洗洗我们的牛奶浴 这颗冰浴有些问题 把这一片有问题的叶片给它扒掉 这一片化水了 这一片叶子也有问题 夏天怎么问题这么多呀 真的是湿度太大了 万物都在生长 细菌也在生长 其他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好,这颗冰月 等会儿我们的乒乓扶梁井 浸好盆以后呢 就该你们了 这颗冰月状态是真好 一定得保护好 再来看一看这颗沉蒙鹿 这颗沉蒙鹿的话 被传染了 被细菌传染了 但你们看还不好扒 它这叶片长得还挺结实的 有的那个 你像冰月啊 它那个轻轻的一扒就下来了 你看生长得有一点点颜色 再把这一片扒下来 嗯,还好连根拔起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装置有问题没有 还是有一丢丢问题的 等会儿给它喷一点杀菌的药 小伙伴们你们看 乒乓扶梁井 因为它没有受细菌的感染 我就单纯的给它浸喷 等会儿像其他的叶片是有问题的 我给它浸喷的同时 我还会给它喷杀菌的药的 双管齐下 这样的治疗效果会更好 这颗承梦怒 我再把下面的这些叶片给它扒掉吧 它的这下面的叶片都在消耗了 行,你也处理好了 先在旁边待着啊 点花再给你浸喷 这一颗是胶蓝 胶蓝前段时间我也是发现它的叶片有问题 这上面这个 细菌感染的叶片我已经把它扒掉了 下面再把这些有问题的叶片也给它扒掉 这颗胶蓝当初是一个正品 后来我发现长一长的还挺漂亮的 但是胶蓝这个品种很奇怪啊 我觉得它挺好看的 然后我就尝试了一下叶叉 都没有成功 这颗点花也要给它进盆杀菌治疗 希望今年秋天它能够美美的出状态给我们看 这颗冰玉我得好好地检查一下 我看看啊 这颗冰玉是我们的今年的2月5号入住的 当时应该是住在小白方里面吧 我看它头还挺多的 就给它移到这个盆里面了 这个枯叶还扒不下来呢 那我先把下面这个叶片给它扒掉吧 这一下应该可以把你扒下来看 轻轻的一扒就下来了 哇枯叶枯叶还挺多的 正好把枯叶给它撸一下 说实在的 这颗入住到这个盆里面 我一直都没去动它 就想让它好好地长根嘛 有时候你扒枯叶的时候 还容易把它从这土里面扒出来了 没有把握的情况下 我不轻易去动它们 这个桌子上面的多肉保护的都比较好 就是希望它们掉射 不要掉的那么严重 7月份全都是阴天 几乎就没有太阳 其实天气还是很舒服的 如果我有遮雨的话 我真的就觉得特别的轻松了 都不用怎么管 隔一个星期就把那个雨棚打开 让它们淋一淋雨 但现在比较辛苦的就是 隔个几天我就会把路养区的那些多肉 搬到那个玻璃棚下面 好这一颗的话枯叶也处理的差不多了 就这样吧 点火给它进一下盆 我们的乒乓扶梁井都快进好盆了 现在已经进了一个多小时了 我现在把这些干掉的枯叶给它捡起来 这样的话它会更加的精致一些 就要帮忙看这个 这个就是新长出来的 这棵是瓜宝的 这里又长了两片小叶子出来了 明天这些乒乓扶梁井就圆鼓鼓的了 没准又把自己给喝炸了 都不好说 现在我准备把它们拿出来了 好我现在又换了这一批肉肉进去 乒乓扶梁井妈妈让它再进一下盆吧 因为它的盆太大了又比较高 我想让它那个杀菌的药进到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 然后这些呢 我是觉得都有些问题的 所以我配了一点杀菌的药 然后这里面是带生猛心 来吧 来吧我们双管齐下 希望你们都能够健康的成长 别被病痛给折磨 这个也喷一下 等会还要给它转一下 每一个角度都要给它喷到 这一颗也好好的喷 这一颗好奇怪啊小伙伴们 看这个头居然会莫名其妙的消失掉 我都没动它的呀 这颗是小布宝的 不知道它有什么想法 憋着什么大招呢 好 这就是小公公早上的日常 每天都是在早生病的多肉 然后给它们对症治疗 希望它们都不要挂 我不希望它们离我而去 毕竟都陪伴我这么久了 好了小伙伴们 那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小公公虽然把镜头关了 但是我还得继续给它们杀菌 我得给它们转一个方向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拜拜